由南加州大学中国留学生校友团队所打造的 全美首款社区型O2O移动拼购平台 Diobuy多来拼正式上线 上线启动仪式在圣盖博士的希尔顿酒店执行 现场包括了社区领袖、商业领袖、南加州大学学生会代表 网路红人、社区居民代表共百余人出席 国会众议员赵美鑫、周众议员周本利 圣盖博士市议员廖清禾以及哈岗、拉蓬地联合地区的教委张经生博士 都出席了上线仪式并且致辞 赵美鑫和周本利代表国会和州议会 向多拜创始人兼CEO编证颁发了贺壮 鼓励且赞赏多拜对当地经济与少数族裔社区所做出的贡献 中美贸易对抗当前多拜根治于南加州社区 以连接中国和美国本土高品质厂商和社区消费者为宗旨 以便民服务为核心 为制造商与社区居民谋福利 掀起美国拼购的消费新潮 确保用户享受好货一起买 省钱又省心的购物乐趣 I am here to celebrate the launch of DuoBuy and what a wonderful idea to have an app where people can join together to buy mass quantities of products and therefore get them at a lower price This is the way of combining social media and online buying and make it as efficient as possible for the consumer I really applaud Brooklyn and his team for thinking out of the box and using technology to connect customers with the manufacturers 我们把以往电商的这种通过付费的模式 付费广告的模式这一部分利润 让给我们广大的消费者 让广大的消费者通过分享 然后以及团购这样的方式 真正的能够买到更加实惠 然后更加质量更加好的商品 并且以最终以最低的一个价格 在美国嘛 所以我们都是美国人的生意 所以我们针对群体的话 主要是就是可以说是所有的美国人 多拜坐落于洛杉矶核桃市 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全新生态 F2B2C跨境电商平台 与百家中国厂商和美国本地厂商 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 旨在打造一个价格透明 消费者利益最大化的北美线商购物社区 天下卫视采访报道